汉桑好友在店门口愁眉苦臉 水餃店老闆已经高龄78岁 却因为性侵案遭判刑四个月确定 我们当时是够办那个结婚历 对不对 来他说我说我们自己 街上自己没有性侵 明明是花钱纳窃 十年前才19岁的越南女子来台 到水餃店帮忙 当天就被扣留证件 晚上被交进房遭要求 和老板及老板的女友 做出亲密行为 接下来五年 他控诉遭老翁性侵了116次 卷入性侵案件 水餃店生意大受影响 老板气得拉下铁门 官司缠送十年 一审法官重判他四年两个月徒刑 二审则认定单独性侵115次 伙同女友性侵一次 判刑三年十个月 跟一审他才坦承越南女子 是他花钱找人头取回台湾纳窃 性侵案情大逆转 但法官认为第一次 因为伙同女友共同性侵 判他四个月有期徒刑定业 男子又有雇主的身份 又有可能其他的身份的外力因素下 影响到他的自主意愿 而发生性关系 而成立所谓的权势性交罪 水餃店老板挨告后 就喊女友分手 越南女子也已不知去向 老板利用雇主关系 半胁迫对方从事性行为 形象大受影响 记者杨文章是温思涵台北报道